现在从大陆不要说是无人机 一艘小船说来就来 出现在北台湾 而且还在淡水 我们来请导播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你知道其实就在今天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来自于大陆有一名男子 他是在九号早上十一点多 说疑似从台湾西部外海搭了子母船 随即驾驶了快艇直冲 淡水何防种地 然后这个有报道说 他来台要仿效投奔自由的模式 但是我们来看看 那台湾海巡单位是怎么因应的 沙伦雷达站锁定之后立刻通报 巴黎渔人码头安检所戒备 所处人员一路跟随监控 最后这名男子是被逮捕了 资木船是一个很轻便的快艇 这个样子就可以跨越台湾海峡 所以你说解放军跨越台湾海峡 有什么难处呢 一点难处都没有 是怎么来的 我们都觉得很好奇 不是 它是直接的 从平潭到新竹 然后从新竹在北上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 淡水河的河口就弯进来了 这个路线也几乎好像是在 模拟解放军的攻台路线 就是从平潭到新竹 可是问题那边没有什么适合 在新竹没有什么适合登陆的地方 这个所以它就直接绕到了 淡水河口 这个刚好就是让我们渔将军很难过 因为它没有地图就很顺利 就找到渔人码头了 太顺利了吧 渔人码头 不然台湾的渔人码头做得很漂亮 而且很容易识别 而且很容易停靠 各方面的服务都很周到 对 所以叫做投奔自由 或者它的来台的动机 我们并不清楚 但很明显的 这么轻易就跨过台湾海峡 好像好简单 很简单 说来就来了 对 所以有人说台湾海峡是天欠 看样子不像 不像 那来着就照我们的 所谓的非法移民的方式来处理 现在他也不是把它当作犯罪处理 而把它丢到所谓收容所 就是我们习惯上那种 什么静如耐的收容所 先问清楚他来的用意再说 他来的搞不好 他说 哎哟 成为我反对共产党 对不对 我们新闻明天开始做文章了 这蛮有趣的 但简单的证实一件事情 跨越台湾海峡真的不难 没那么难 所以从军事方面 我请教立将军 您看到什么问题吗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 当我是军人身份 我就有比较高的 军事警觉的角度来看 那是一定的 大家要知道 昨天进门发生什么事情 无人机干扰 它也是民间的设施 是 对不对 今天来讲它有无人艇 不是无人艇 就是一般的民众 它不是解放军 但是这是不是 这个对岸有刻意提升 这种灰色作战能力的 这种手段继续再提升 对不对 它先用民间的 我们都知道海警团 它也不是正式军方 那在这方面来讲 它逐步加强 昨天到你金门 这今天到你战船河口了 那我特别想的是说 这个子母船 它凭什么可以越过台湾海峡 你要知道台湾海峡的话 以前移民的时候 叫什么 十去九九什么 回不来 回不来 对不对 代表说是风浪很大 那是假的 好 那是假的 因为你拿到台湾 告诉家里面的老婆说 我很难回去 他在骗老婆用着 对 还像现在就是风平浪静 我自己实际上面的经验 是 这快艇 大概从澎湖 我曾经做过快艇 从澎湖到嘉义 然后再从嘉义 回到澎湖去 大概航程这段下来 油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这个快艇 我是怀疑 它如果说是在外海上面 它没有获得其他的补给资源 或者是最起码 你油药要给它补给得到 你才能够进来 那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我投奔自由吗 我觉得也不相信 偷渡吗 我也觉得不相信 你开得起这种船 这种子母船 绝对不是说是一艘 说是两三万或是四五万 它一艘可能都不少钱 那你既然那么有钱 去买这艘船 你干嘛还要偷渡到台湾来打工 这是我绝对不相信 这是我第二个疑点 第三个疑点 你如果说要上岸的话 其实如果以这种子母船 其实它吃水很深 很浅 大概了不起 这个可能不到一公尺 你在不管是说 台湾西部的海岸 很多地方 都可以很顺利地进来 那淡水旁边还有一个台北港 其实是更好登陆的 台北港旁边还有一些小渔港 更适合你登陆 譬如说足尾渔港 或者是说这个永安 渔港 观音渔港 这些都更适合你 如果说你真的是要过来 第一个航程更近 第二个距离更近 那你为什么挑一个淡水河口 淡水河口以前我们 兵力部署到多少呢 我跟你讲 我讲多少 就是几分之几 你知道北部地区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兵力 就在守淡水河口 就是所有北部军团 有三分之一 有整个一个师 以前叫关渡师 对不对 它就是守淡水河口 那你想想看 斡水河口多重要 我们最近每一次的 这个汉光演习也经常在 演练淡水河口的河防守备 不是还有所谓的红色沙滩 然后我们在淡水河口 好像之前也曾经说 不排除那可能也是解放军 要攻打台湾的一个路线吗 这个中法战争的时候 这个法军就是想从淡水河 直接进来 是 对 它就是法军那时候 就被挡在淡水那边 后来没有进来 但是那时候就想沿着淡水河 我船就直接开进来 进来讲也就到台北市了 就到我们这个中天 电视 基隆河就进来了 然后对面就是松山机场 然后那边就是恒山指挥所 你现在看这个地点有多重要 所以这几点 第一个你过来的地点 第二个你中间你怎么补给的 然后你来的目的什么 你用那么贵的一条船 到这边来 你特别挑选这么一个 敏感的地方过来 我觉得国防部要特别查清楚 如果说在连结上 昨天在金门或者发生了 这种无人机干扰的事件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 要特别提高警觉 那我以军人的身份来分析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单纯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说 解放军提高这种 会设作战的手段其中之一 那后续来讲 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你要去调查清楚 但是我特别要讲 其实这个间谍 孙子变法里面讲用舰 有几种间谍 有身舰 这个什么相舰 内舰 其中有一种舰叫死舰 就是我步进来以后 我准备就是死在你这个地方 那有没有这种间谍 我就是准备到你台湾来 我就牺牲在这边 那我试探你的防守的能力 试探你在多远的距离 你可以震射到我这艘无人体 那今天如果无人体 我们现在是讲说 在六海里之外发现它 但六海里 那个时候是不是 你这个情报就泄露出去了 对 就是我六海里的话 我们这个海岸的雷达 在支援七海里是不是看得到 还是只有在六海里才看得到它 那如果六海里 你才可以发现到它 它得到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它将来 如果说是这个气垫船或干嘛 它从六海里 开始往前面冲 或者直接如果说今天只是一招 我们还可以警察拦住 如果说来的是气垫船 我们怎么办 如果来的是像我们这个 这个两栖海龙部队的那种 作战会计上面架的 这个武林机枪或者是 四零榴弹的机泡 那那种快点冲进来的时候怎么办 催燃之下 你一下松山机场就没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 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